想請教一下 剛剛有講到就是淘情的這個 員工 說和原先假設的相關感染者基因地序 非常相似 那我們之前是鎖定中東跟西亞 兩個境外移入病例 那想請教一下是和哪個 比較類似 那另外一個是說我們這個個案 他究竟是如何感染到 那我們是否會加強 所謂機艙的一些傾銷的指引 謝謝 好 是不是那個基因地序是羅夫 好 先前有講過 我們針對這一個清潔人員 就是案16213 我們有回溯他8月29到9月12號 41個航班 有在這41個航班上有 勾計發現有兩位這個境外移入確診的個案 那經過這個全基因定序的比較之後 目前 是有發現說這個有高度相似或我們叫 要及相近的這個序列 是案16176 也是 剛剛講的這個 所鎖定的41個航班當中 2個確診個案的其中1位 案16176是一個土耳其境外入的個案 那他在9月7號入境的這個航班 剛好也是我們這個案16213 有去 消毒清潔過的一個航班 所以在工作上跟 這個16176搭乘的航班是有接觸 不過16213到飛機 上去消毒的時候 當然全機的乘客 包括機組員 都已經離開飛機了 那所以我們目前就是說 可能是有環境上的 這個 間接的一個接觸 那導致說16212有可能被感染 那並不是說這個 就一定是16176的病毒 直接傳給16213 剛剛講的是 他們是高度 相似或是要及相近的這樣的病毒序列 事實上在這個大概3萬個 核甘酸的這樣的一個序列當中 還是有相差 一個這個核甘酸的差異 所以目前認定是一個 同源的病毒 什麼叫同源的病毒呢 就是說 可能互為傳染源 那但是從時序上看 當然16176是先確診 而且先發病 16213是後確診 後發病 所以時序上一定是16176 早於16213 但是兩個也可能在各自的傳染鏈的上游 有共通的感染來源 所以不一定就是說 一定是16176傳給16213 那特別是強調 他們兩個並沒有直接有這樣面對面的這個人際的 接觸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推論 就是說呢 很可能就是在16213去消毒 這一個16176搭乘的搬機的時候呢 有感染到這個相同的病毒 那另外就是這個 搬機上 事實上還有另外11位 是這個屬於入境 對不起 是屬於過境不入境的這樣的一個 機組員或乘客 所以這些是我們當然不會在機場這邊用 唾液篩檢 先去攔檢到的 所以這些會不會當中 也有這個所謂同源相關的這個病毒的來源 這個也不能排除 只是說現在目前來講 從這個基因定序有符合我們先前所說的 有鎖定這個 中東或者是西亞來的這個病毒跟可能的這個來源的部分 那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至於說這位清潔人員 他事實上在這個登機做消毒的時候 我們就掉這個殲17錄影帶來看 事實上 基本上他的防護裝備都是符合當時的這個 清潔的一些規定 那你沒有看到說有 就是明顯的這樣的一個 違反這個規定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們目前在這個 特別針對這個清潔人員的一些防護裝備 的落實 我們還是整體性的會再做一些檢視 以及在強調就是說針對清潔人員的一個防護裝備的部分 能夠再提升一些相關的 基本的 規格跟一些基本的一些 穿脫方面的這個確實 特別是在穿跟脫的時候 要有這個同事在旁邊幫忙看 那裡面說他有一些疏忽的時候 自己沒有注意到 那在女性的這個清潔人員的部分 我想就是髮帽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以免說 這個 頭頸部這邊有一些這個頭髮會曝露出來 另外在脖子這個部分的這個 就是 防護衣的這個領口這個部分 也是要確實的封緊 才不會說有一些空隙 有可能讓一些病毒有 趁吸而入的機會 以上